这有水晶钉子在内的雨声乐器 流淌着雨的声音 跟着山林艺术家王仲平老师 见得国中舞蹈班学生 舞动出别于以往的舞蹈 以多变的队形 展现身心灵合一 将流动的乐音 融入大自然的氛围里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要洗澡 用什么 用水 那我们的精神体要洗澡 用什么洗呢 用流水的声音 听着这个声音 你如果拥有这支雨声 你常常去听它 你的精神体就会变得干净了 舞者手中的雨声都是自己做的 见得国中校长沈俊光 深受这南美洲原住民 用来祈雨的古老乐器所感动 希望学子在舞动中 都能让觉醒生扬 不只将山林艺术家的静心访门 融入舞蹈 更邀请风香舞蹈团孙老师 为舞蹈班编舞 将基隆异象之美舞动出来 其实我心里是蛮很感动 那我想舞蹈的创作 它需要一个底蕴 它需要一个过程 然后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在我自己已经迈入 三十几年来的舞蹈编创里面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让 见得国中舞蹈班的所有的孩子们 能够有不同的一个呈现 当雨都遇到雨声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雨声 来带给你大舞蹈班 装上翅膀 在基隆异的各大的比赛表演 都能够让市民看到一个 丰富的音乐的表现 今天很开心可以制作这个雨声 透过这个声音让我联想到 它跟基隆雨的关系 透过这个舞蹈让我们更听到 自己心里的声音 在艺术家 在艺术家 舞蹈家的协力下 带领建德国中舞蹈班的学生们 为自己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与精彩的跨域学习历程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